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美谍 真正的共谍应该是运作另外一条线的那些政府高层 那么那些高官又是谁呢 中共中美大使又在马习会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还有周玉寇在脸书上抱怨 李全叫在地方横行会选黑金 就国民党处分一年的停权 但是周玉寇却是开除党籍 好 周玉寇呢 他连不该骂的话都骂出来了 好 还有大家已经看的是台南地权署啊 侦办台南市议会的会选案 结果又杠上开花 除了议长李全叫被法院裁定说话之外 民进党前议长赖美慧也传出涉及会选遗云 好 谈到台南这次的议长选举呢 朱立伦也被卷入会选案 朱立伦刚上任主席后院就失火 这下传出他想要促成和习近平的会面 那么到底会怎么样呢 我倒是有个大灾问 国民党嫌票太多了吗 跟习近平打交道 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还有就是国民党的这个新公主朱立伦 曾经在维基解密 说她是一个大嘴巴 这会不会影响到她未来的登基之路呢 好 我们带你来看看到底这个 国民党的现任主席 跟国民党的前任主席啊 到底跟美国方面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感觉上好像不为复杂的 我们先来看看 在昨天的自由广场 马英九有几重国籍啊 这是一个云城他里面写的 那么他说除了在这个之前 大家在讨论的美国绿卡之外 有没有美国永久居留权这个问题之外 就是呢 这个马总统承认 他在1950年在香港九龙的广华医院出生 但是如果按照法律来看的话 1948年到1986年之间 只要在香港跟九龙出生的婴儿 都属于联合亡国与殖民地公民的身份哦 这是不需要申请的 你就自然拥有这样的身份 那么后来呢 因为97不是移交了吗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去取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你就自然而然都会成为英国海外公民了 好 再来看看的就是朱利伦之前危机解密 那个时候吵得沸沸扬扬 那么大家就在讨论说 朱利伦还被美国视为是一个保护的人选 他跟美国什么样的关系 又为什么呢 但是他里面报的料 被解密开来啊 如今看来真的会让你真的觉得 哇 很想垂心肝 真的觉得太好玩了 一起來看看 那个时候他们所公布的 美国外交机密电文里面讲什么 朱利伦向美国在台协会 台北办事处的杨苏蒂提到 马英九非常不喜欢宋楚瑜 马英九他不会听连战的话 马英九同时希望 连战王金平宋楚瑜 欧波兄等蓝营大佬都能退场 朱利伦对于当时举行的立委选举 就很明确的说 两党政治是未来趋势了 所以跟亲民党的联盟不重要了 朱利伦甚至还说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政治生命已尽了 所以从此他就黑掉了 我们再来看看 接下来朱利伦还说 运动手段就是政治交易里的拿鱼给 这也可以看成 马英九在玩弄权力平衡的游戏 这也讲太多了吧 好他说 他跟美方陈述他自己的重要性 朱利伦强调他跟连战维持了良好的关系 连战也希望朱利伦可以把他的想法 传递给马英九 接下来又讲到说 虽然老陈讲的是王宋吴这些人 步步进逼 但是马总统还是很有信心的认为 他会成功 对 还有朱利伦在这个维基解密中提到说 朱利伦的档案 后面有个括号 Protect 这个人是好像是那种无敌战警 最后不管怎么样 那个电池一定要给他 不然他就会那个 先知啊先知啊 好那我们有两个话题 这两个话题是平行的 一个就是上一任的主席马英九 他的存款到底怎么回事 好另外一个就是 现任的主席 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 在维基解密当中一个迷样的人物 中心大哥 Protect 表示是美国自己人吗 是同一挂的 我建议这个朱主席未来有外访的话 千万一定要绕过总统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伊斯兰国的这个管区 你看连一个美国记者 连日本记者 你看我们都日本长很像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可能把那个地方都不要去 到时不是关在鸟笼里面 不然就是 反正过年就不要讲多了 就是我倒建议朱主席 像日本人啊对不对 对所以我都不去伊斯兰国 比妹才像 是吗 那是今天凶相声 大哥 那是韩国人也危险 因为我们讲话都像 讲话 骨头磨铃骨 人家都算是日本人 你出门穿阿拉伯装就OK了 OK 要等他来 那个北头骨头骨头骨 阿拉伯老人师 他穿阿拉伯装还是被认出来 他英国人嘛 对 他还被当从信念鞭打 这个在传历史 还是尽量不要去 好啦绕一下绕一下 我认为朱市长应该过去 应该是在IBM工作吧 他说他国际大嘴巴嘛 他应该是国际大嘴巴 International Big Mouth IBM总裁嘛 总裁 总裁 其实 上面以来 我必须很坦率 我常说来这个节目就卖公家卫 如果公家卫就卖来 其实市长 其实市长的议题我意见不大 但党主席要做法 缺乏 一个执政党党魁的格局 与气势 我举李全教案就好了 开除吧 怎么停权呢 表示 你有所挂碍 什么意思 你很在乎李全教在台南系统的选票 所以周玉寇不如李全教了 我不敢这样 其实这是两码事大家来做比较了 其实因为现在等于是 帝国党才都给他扑了 我就不谈周女士 但是说李全教案 民进党对这几个是开除党籍哦 李全教是庭权 你是我的兄弟吗 自己人不敢扔他 这个很伤哦 主席 我是讲真话的哦 第二 高斯伯 到国民党智库当研究员 你可以说他法政专有同意啊 那我请教了 马亦兰有进过智库吗 没有啊 就说马英九不敢做的 朱尉仁敢做 那当然朱尉仁说没办法 像岳杖或国杖要做的 那你要想办法 你看我是这样比较哦 所以 有一位已经辞职的国民党中常委邱露申说 我都叫媒体教护 我们都是他 我坦白讲 我们都叫媒体永远教护了 他讲了一句话 变成政论节目标题啊 朱不如马 再怎么样 黄景泰 我讲我国民党的 景泰兰嘛 我叫景泰兰 他提前还是开除 开除啊 那为什么李千教呢 如果你只要比照 黄景泰就好了 黄景泰是因为不愿意当董事长被开除 不管是说 你至少都施议长嘛 那你有分别心 好最主要是党产 魔界一带都没了 官二代 富二代心态 我自己公开说 要见朱主席 要了解这个党产的金流问题 我打给他一个核心幕僚 我打去 核心幕僚说你想跟他谈什么 还称称把关 我说就是他党产 我讲电话的时候挂断 我的助理跟我说 吴先生 我给你打赌啦 朱主席没给你记 不敢也不会跟你见面 你看 旁边那是二几岁的助理 人家都看平平 你不敢处理党产嘛 吴博雄都跟我谈啊 对不对 但吴主席讲完就是说 我们谈的 你不能对外公布 吴主席多谈啊 我早就对博公都很尊敬了 嗯 好 其实朱立人是 背后军事就高于人啦 嗯 就以拖待变嘛 拖拖拖拖拖拖 反正你民进党可能是 应该三月吧 三月 蔡英文就扶上来了嘛 好 那朱就是拖 他消去法啦 吴敦一消去 王金平一消去 我觉得 王金平还有一个最诡诀的地方是 就我所知 马云九跟王金平都很不高兴 马云九一定想说 你要解决啊 要上诉啊 对不对 那王金平说 你怎么是拖在那里 他有猫也掉在那 不还我清白 他想两方讨好 都两方得罪 这是他个性 除了人打的政治精算师 在会计系 他应该有美国精算师的证照 应该有这个证照 他就是拖拖拖 拖到七八月八九月 把吴敦一跟王金平把它消耗掉 再来我国民党最喜欢那一套 蔣介石那一套 诗人之不出其耐昌生河 拱我啊 免为其难 免以同意 蔣介石 免以同意当行政院长 我们都经过这一段嘛 蔣介石 免以复刑事事 诶 2015年还玩中国封建这支那一套 所以我说 不好的 诶 国民党跌到谷底 我讲三个因素就结束了 大安系以北 甚至佐水系以北 铁杆南士气瓦解 没有错吧 所谓的华筒南 什么叫华筒南 楼顺宇汤文汝中公孙中山 蒋介石 到底是华筒南 变马筒南 变半筒南 变景泰南放在故宫嘛 好 中部领头羊 中部领头羊 至少是胡志强 现在是谁 全告诉我 嗯 是廖瑶宇吗 还是冬瓜飘吗 好 南部 最严峻 陈菊 跟赖清德 超过的 黄秀双 跟这个 楊秀卿 差一百万票 嗯 诶 台北市 国民党输二十万票 对 北北基淘族票 加起来 你这一百万票 一百万票就要求了 华洞兵就要求 所以如果 朱主席 以为这样子 就是他 那你可怕一年后要辞掉 你要选 你市长要辞啊 啊 当主席要辞啊 都是双输耶 嗯 我们是旁观者 旁观者轻 而求说 质量多文啊 朋友做不成 做正有也可以吧 讲直话嘛 如果你这听不进去的话 不要说你 我认为国民党的选情 都非常不乐观的 嗯 嗯 诺教授 其实朱主席上台之后 现在一个多月 已经跟很多的民意在对立了 嗯哼 很明显 中选会已经决定九合一 这个明年的这个选举 总统跟立委是合并选举 嗯 所有的民调很多的反应 都是认为说应该合并 嗯 可是你看朱立伦的立场是什么 他说 希望分开 他为什么要选择 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跟民意不一样的立场 很简单 他在算 到底这个合并不合并 对国民党是加分还减分 嗯 可是他明明知道民意是希望合并的 更不要讲说他推翻了前国民党主席的一个想法吧 因为上次2012年 在2011年在决定的时候也是经过百般的算计 最后决定合并在一起嘛 那今天他上来之后 等于推翻了前面所有的论述说 合并在一起省钱啦 然后增高投票率啦 更多人参与啊 只有一个理由 他说 哎 因为可能会有四个月的宪政空窗期 嗯 可是这个东西之前有人提啊 他为什么不提 嗯 所以朱铃铃是很会算计 刚才胡达哥讲说 他政治的精算 可他精算的结果经常是跟民意 事实上是有落差的 甚至是站在对立面的 再举个例子 当别人都没有在谈什么内阁制 总统制的时候 他丢出来说要朝修宪方向 要内阁制 嗯 可是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 党产的问题 对 他当作没看到 也不处理 假议题 对 那现在有两个身份 他想回答这个党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来回答 不回答都退到 我是新北市市长 这跟市政无关 嗯 所以他一个礼拜就一天 用党主席的身份发言 其他时间我通通不发表讲话 因为那跟市政无关 可不可以出现了 国政 事实上跟党政是有关系的 跟党务是有关的 换句话说 作为国民党的党主席 不是一个新北市市长 你对很多国政要发表看法 对 记不记得他当时是什么说 如果啊 这个政务出问题的时候 要怎么样 要踩刹车 或者说以党来辅政 可是我们问个问题 当这个复兴航空出意外的时候 朱立宏有对这个行政团队有说任何话吗 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总统 或是这个国民党主席 事实上是戴个两个面具 他选择哪一个的时候就用哪一个 可他事实上不可能 在该讲话的时候 用一个错误的面具讲话 换句话说 新北市的市长 就算你今天是新北市市长 在上班是市长 可当这个国家有重大事情的时候 你国民党主席还是要讲话 不能说等到下礼拜三我再发言 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朱市长 他戴了两个面具 看起来是一个不错啦 他可以选择身份 决定要不要发言 可是对国家来讲 或对政党政治来讲 不是一个好的一个 一个角色的选择 另外刚才这个胡达克提到 他事实上有双重标准 对不对 当黄景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也是一样啊 也是认为说应该加速处理啊 可是现在他的好兄弟 这个李全教出事的时候 他不讲话 现在用庭权处分 我们刚才跟司机台讨论说 那庭权有什么影响 没有 对 礼拜三他不能开中常会而已啦 李全教 不过他关进去本来也不能开啦 所以没有什么影响啊 没有本来是要开那个监狱的 那个国民党分部是吧 对有可能啊 或者说他瑕疵典议长要出来开会 说我要开中常会 我还不可以选立委 对 但是不管怎样他也不会选啦 但是说对他 李全教个人来讲 几乎完全没有影响 可是对民众来讲 这个党到底怎么面对这个东西 你是要最高道德标准 还是一个最低的道德标准 对 对